大家好 下午好 好 今天很高興大家來參加我們那個 休息站的淘寶休息區的手作DIY課程 今天大家 剛剛有沒有去放那個攤位啊 剛剛有去放嗎 今天我們的各家休息站 都有很多 帶來很多很好的 一些在利用修繩的東西 大家都有空可以去 多多的去參觀 共和一下支持我們 那今天我們帶來的就是這個 我們教大家做這個回收布料 做的這個小汽車 我們是 我們是桃園平鎮區的這個 愛地球休息站 那我們 也是在將一些回收的木材啊 再利用 就是因為我們 回收的木頭常常會有一些 家具或是一些 不一樣的木頭 我們就是把它重新 做成這些小木頭啊 可以當成我們小小汽車啊 或是一些 車回用的一些材料 我們會把它加頭 讓大家知道這些 原來回收的木頭可以 再利用 頭部使用這樣子 那 待會呢 我們會把材料 就是 有這個小汽車的 車身一個 然後輪子 一個人也會有四顆 然後就是 還有就是 輪子的軸心 軸心會有兩個 那 待會 大家要做的就是呢 我們 我們 這個 車身啊 我們需要 大家就是把它稍微再磨一下 因為我們在加工的時候 可能還會有一些毛邊 今天時間很夠啦 所以大家可以盡量把它磨得光滑一點 然後呢 輪子也需要磨一下 然後 然後 磨好之後 磨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組裝喔 組裝的時候 這個輪子裡面啊 這有一個孔喔 我們可以加一點白膠 白膠 記得不要加太多喔 加太多會 到時候會擠出來 到時候會把這個 黏住 黏住 可能就不太會轉 記得不要擠太多 好 我覺得 還有就是 因為這個孔有一點小喔 我們做的比較緊 所以如果你覺得太緊的話 就可以稍微把這個前端 稍微磨 稍微磨細一點 會比較好 拔進去 兩邊都可以磨一下 好 我們再試一下 敲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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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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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敲敲 敲敲敲敲 敲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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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 然後再把另外一邊再拆進去就可以了 因為很簡單 其實這樣就是我們一個小器 所以那這個可以放在桌上 我們可以擦牽筆 就是一個裝飾品 那最後呢 可以擦著那個風蠟 風蠟就是可以擦 那最後做完的時候可以把這個風蠟浮在上面 第一個也可以保護它 有一個保護的作用 那就是不一定的用 可以像這樣一樣 所以大家在磨的時候 可以 前面不要急著組裝 因為組裝起來之後 到時候 比較不好磨到一些角落 所以磨的時候 大家可以擦到那個支點 那我們現在先把 先把材料 要以我講真答吧 好 今天我們有帶小禮物 問一下問題 三分 那等一下 問問題 看誰 你舉手比較快 我們這題就是 我們 桃園 現在有幾天休息站 我只要三面幾手 我只要三面幾手 先放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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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 二 三 好 一 二 三 三 三 一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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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二、三 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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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好